中國大陸也越來越有底氣了 尤其新三樣出口的非常好 但是呢 葉倫看起來非常慈眉善目 到中國訪問 但是天天在講 產能過勝 在天天講這個slogan 亮哥就說 其實這凸顯什麼呢 這個是十二字真言 亮哥等一下自己解釋 他說都是美國至上 蠻橫無理 簡單粗暴 然後不管怎麼樣 他這次來沒有紅地毯 然後跟李強見面 其實很關心的是穩定 因為中美真的是很 經貿也是往來很大 公平 李強言說希望你公平 你每天都犯國家安全 第三個當然是關鍵詞是溝通了 亮哥你怎麼看葉倫這一次來 我覺得 我就講這些都沒有用 說實在 這個葉倫還要干涉 你中國的產業政策 對 他最新又講了 今天又講了 坦白說你這個是 根本就 不然你就用哪一個WTO的準則來談 不然你是根據哪一條 因為WTO要認定補貼或者是請銷 人家是有規則的 你起碼拿出數據來證明 你說中國政府有補貼對不對 或者是 你說人家是過剩產能 產能過剩 這個在經濟上都是有定義的 你不能隨口講講 所以我才說你蠻橫無理 就是你沒有拿出任何數據 美國說的算就是這樣 對啊 就我認為有 就是有 所以你看歐洲就沒有根 對 比如說人家消資 還是要去大陸 12個企業門徒又來了 是 我就跟你講說 這種事情就是 我跟你講你面對市場競爭 我們講白了 這個在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多次了 就某一個國家的某個產業 特別強大 然後衝擊到我的經濟 這個大概有兩個模式處理 第一個就是 你希望對方來跟你合資 我也要賺一點 日本豐田就是這樣被迫 跟人家合資 中國目前的電動車 就是跟德國在合資 美國是你不讓人家進去 當然就沒有合資這個問題 這個第一個是合資 第二個就是 不然我來你這邊投產 我僱用你的勞工 我全資 你美國這兩條路要開通給人家 你又不開通 他都不要 然後又說你產能過剩 我又不在你美國生產 這個簡直莫名其妙 你產能過剩個頭 美國根本沒有賣比亞迪 到底你過剩在哪裡 比亞迪根本就還沒進去你美國 沒錯 所以而且事實上彭博自己 也說一月二月加起來 中國大陸賣到海外的電動車 大概只有25萬輛 哪有產能過剩 這個量很少 但國內賣得好好的 本來就是嘛 所以我是覺得 美國就乾脆講出自己真正的理由 你這個競爭力實在太強了 我打不過你 不然你來我們國家生產好不好 我覺得川普就比較誠實 川普改口了 對不對川普就是這個說法 不然你來我這裡投資 我們的勞工你要 要用美國的勞工 你要不用 那這個合理 合理啊 不然你就學德國嘛 道中汽車就跑來合資嘛 對 不然你GM來跟人家合資嘛 之類的啦 就是你正路不走 走這種歪路 不知道你要幹嘛啦 然後啊 那個戴琪還跑去歐洲 號召歐洲人來跟美國搞反中聯盟 對 這歐洲人根本就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不然你也提供一下補貼的證據好不好 歐洲人不是說要去調查有沒有補貼嗎 對啊 時間是兩年耶 所以歐洲人做事情就 坦白講他不會亂來啦 因為他不像美國 在跟人家博弈搞政治 搞這個霸權鬥爭嘛 美國根本就是霸權鬥爭的邏輯 對 那歐洲人不是 歐洲人就覺得 我要反中 我要有點根據 要有理由啊 是啊 所以他努力在做補貼調查 對 到現在還拿不出證據啊 是的 那在那之前 那德國就不管啊 我就去跟中國做生意了 就是這樣啊 是啊 所以 所以我覺得歐洲人聽戴琪那邊講 一定會覺得說 你這國家怎麼那麼霸道啊 你怎麼會變成這樣 因為這已經沒有邏輯了 那更離奇的是阿斯麥爾 美國美國那個BIS商務部那個安全出國管制那個官啊 對啊 還特別帶了一個國安的官員飛到荷蘭 去信誓問罪 要逼人家不准做售後服務 好奇怪 這是什麼邏輯嘛 怎麼有人流氓到這種程度 我們已經做完生意了 然後你去告訴對方說你不可以提供他售後服務 這不是合約當中就寫好的嗎 那人家對方來告你要怎麼賠啊 就你荷蘭自己賠啊 哪有這種邏輯啦 我的意思是說 這美國已經亂了套了啦 就是 他已經喔 這只剩下這個霸權邏輯啦 已經沒有 沒有我們講的這個 這個在國際行走該遵守的規則啦 你請問你這規則是什麼 WTO沒有這樣 你布林肯不是愛講規則主導的秩序嗎 那請問這是什麼規則 為什麼 阿斯曼跟人家做完生意不能提供收穫服務 這是什麼邏輯啊 就只有一個邏輯是因為我美國不爽啊 是啊 可是這個也不是你講的規則啊 這個現在規則變成誰被你講啊 Rawed Based Order 這個入兒就是美國的入兒啊 亮哥 那你寫出來嘛 你寫出來嘛 所以你敢寫出來 你就讓社會來看看嘛 對啦 所以這就凸顯出亮哥提到了 霸道跟霸權的思維啦 那這就是會讓全世界你沒有辦法說服別人嘛 你天天在講什麼產能過剩啊等等 你看跟這個王偉忠見面說產能過剩啊等等 然後跟商業領袖說產能過剩啊 講了五次了 我可以講啊 產能過剩 比較明顯的是中國的基建啊 就是它因為高鐵發展得太好嘛 所以就有大量的鋼材 還有大量的建材 那確實過剩 那它蓋高樓啦或者蓋高鐵 確實是過剩 所以它才提出一帶一路嘛 可是人家一帶一路也不是這樣壓你啊 它去簽約啊 對啊 幫助你啊 那我有基建垮摩的施工隊 我來幫你施工嘛 對啊 我國家有錢 我融資給你嘛 是啊 那就讓我這個過剩產能有出口 有地方去啦 就這一點來講 還比較成立 而且是它自己承認的 對啊 它說我們有過剩的鋼材啦 建材啦 那希望來幫第三世界創造基建嘛 這個中國大陸自己講的啊 那當然也藉由那個過程來得到能源嘛 然後得到人民幣國際化嘛 等等 慢慢來 對 這個我們都知道那個過程 一帶一路從2012年就開始了 那中國電動車換這個傳統汽車 到現在還沒有過50%耶 對啊 怎麼會過剩 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邏輯不通 就是 然後全世界有電動車的國家 沒幾個耶 對啊 這哪有過剩啊 你以為全世界的車只能賣你啊 那不然我去賣泰國啊 印尼啊 墨西哥啊 中南美洲啊 人家也歡迎得很 對啊 還有中東啊 是啊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個真是 葉倫真的是把自己的工信力全部摧毀了 對 所以我們知道說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最近幾年才開始走出國外 我們才提到說 BRD最近才開始布局海外 什麼叫產能過剩 產能過剩喔 這有的時候你是誤解了 因為呢 產能過剩喔 它其實是幫助很多人啊 綠色啊 這些能源能夠 普及嘛 不然你美國都賣那麼貴 誰買得起電動車 中國大陸的BRD 到你那個地方去 你還買得起 可以幫助世界嘛 那什麼產能過剩 天天談這個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選控